我们看到今天氛围跟昨天真的蛮不一样的 昨天台股虽然大涨500点 但是因为下节的加速有1000加 因此好多股民都说 这个涨我没有感觉 但是今天贵买指数回神了 中小金股也在做发动 因此现在大家就要来压保了 到底要选强很强的 还是要选低位接补涨的呢 OK这个地方我觉得几个 当然昨天啦 昨天这样的大涨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权王 权王们应该这么讲 然后包含像广达 忽然居然像这种大型股票 也是那个什么 汉地拔冲忽然直接拉上来 但是OK那当然广达也是打败国泰金 进入到好像前四名 第四名 OK所以这地方当然是 怎么讲呢 过去我们在讲老AI的族群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刚刚分析过很多次 我们说伪创啊 相对就比较弱 然后广达其实都还是维持强势 而且我们一直强调 如果外资回流的话 那基本上广达大概就是非买不可的其中之一啊 那其中你说包含鸿海啊等等的 这些大概都是外资会持续买的股票 那连巴克也都是持续创高 所以这个地方你说包含连巴克跟他竞争对手高通 其实股价也都是一直维持强势的格局 所以先从全职股的角度 就是定调一件事情 就AI的这一块 基本上都还是 依然是在风口浪尖之上 但是昨天 昨天只涨全职股 还涨 传统涨500点的时候 散户都觉得说奇怪了 好像都没关系 概念上是这样 但是呢 其实今天反而是什么 台积电休息嘛 到现在还是跌了0.82% 洪海继续涨 但是台积休息 这些钱就流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先讲一个大的角度 第一个外资 我们一直强调 最近在讲 我们说外资5月份回流3800亿 6月份零股点资组确定 基本上到9月点资组出来之前 这段时间资金大概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外资回流的趋势 我认为会持续 然后所以现在是在 哇现在已经来到6月20号了 就第二季的最末端的最后10天了 那接下来就连接第三季 第三季又会连接所谓的暑假 包含像开学 包含感恩节 然后接下来就是下半那个 那个什么 圣诞节 然后新年 农业新年等等 一连串的消费 旺季就会陆续的登场 所以这段时间包含像 苹果的WLDC大会嘛 他这个开发者大会之后 我觉得对于iPhone6的换局需求来看的话 好像市场的角度 看法也都是觉得不错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哪些股票 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像为什么你看像3231好了 像微创 到今天 他都还是低于 低于在季线之下 简单讲这个就是属于一个空头格局的走势 对不对 然后其他的你说包含像人保 为什么去逛夜市 因为晚餐没有人保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你说 另外音乐达还算是稍微强一点 目前还站上了那个季线之上 但是你反观像广达 像河硕 像鸿海 都是强势的格局 那当然这一段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点 其实这一波的掌势 我们可以注意到 其实在3月份 黄文勋在美国发表 GP200之后 看起来好像 那个叫谁 那个叫谁 那个叫伪创 就一决不振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市场上来看的话 伪创好像还是做H100的订单 但是目前你说 包含像GP200供应链 红海可能会占个40% 然后广达等等的 那当然 这一部分 我觉得从那个地方 大概就有转折 大概就有转折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那个什么是不是超跌 是不是怎么样 其实看起来 好像是市场的看法 对于GP200 相对于H100 因为效能是大翻倍 对不对 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似乎 你要拥抱旧的供应链 或者是说旧的题材 可能几率就相对没那么高 这要提醒大家 然后再来 其他的部分 我们会发觉 今天其实像有一些的个股 有一些的个股 当然我们先补充一下 刚刚我们讲到鸿海 广达等等的 那近期包含那个WDC大会之后 其实我会觉得市场上 对于整个苹果供应链 整个报以比较热切的眼光 因为其实像去年的iPhone15 甚至前年的iPhone14 看起来在换代的需求上面 并没有特别的亮眼 那这一次推出了 苹果推出他的生态系的概念了 那很明显一件事情 就是他新的AI的运算 等等的 是需要靠local端 那这一边 那个新的系统也是支援 iPhone15 Pro 所以简单讲 后面 如果你是iPhone15 Pro以下 或者更之前的 那个机种的话 那基本上在AI的服务这一端 可能就并没有办法顺利的运用 这一块我觉得值得注意 那当然也是对于 iPhone16换机槽 一个很大的一个激烈效果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 你说包含鸿海广达 合硕等等 相关的苹果供应链 其实表现都还不错 所以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持续注意 我觉得还是可以 那另外包含 从手机的角度 当然也说像什么3105的文贸 文贸这一边我觉得值得注意 因为第一个 他从那个 就WDC大会之后 6月13 忽然有一根 就直接拉了一根掌停板 那一根掌停板 也同时站回了季线 年线 半年线 站上了之后 其实到这边 其实都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那当然你不用想说 买在第一根 因为第一根已经过了 对不对 但后面几天 我们会发觉 其实基本上都是守在 那一根掌停架之上 盘中稍微测一下测一下 最后都收盘都站回 所以看起来 这一组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另外来讲的话 当然很多人会说 全新好像也不错 因为全新确实是比较偏上游 确实是如此 那宏杰科的话 你相对来讲 我可能就会比较倾向是文贸 因为文贸还是一个龙头的地位 所以如果要选择一组的话 我觉得文贸啊 全新啊 大概是可以注意的 那另外包含像文贸可以值得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一个点 因为过去几年 其实之前他的业外表现都不错 但是过去啊 像特别像去年 整个业外算是一个坦白的状况 对不对 那为什么 据传闻啊 是他在大陆的养猪事业 因为租价的问题 所以那一部分亏损是比较多 所以整个股价看起来 你说整个租群里面 他是老大反而是最弱的 但是接下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觉从EQ的财报来看 以业外的部分 看起来是有一点回文的迹象 所以这边你说 业内的就是原本本业的复苏 加上业外的指跌回文 看起来这个地方的位阶我觉得相对低 那所以如果接下来包含像苹果的换机槽 需不需要PA需要吗 苹果是龙头大哥吗 对不对 如果苹果开始说我要做AI手机 那接下来其实Android阵营 我相信也会开始往Android 往那个AI手机的这一部分去做思考 所以简单讲 你说整个手机市场 有没有机会面临一个全新的换机槽 从苹果的WDC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几率是高的 所以这边也提醒大家 这一块我觉得那个 简单讲就是沾上苹果光就亮眼 所以说这一个族群 我仍然是可以持续关注 然后再来回到那个AI的部分 其实AI这一块 其实现在当然很多人就开始一直在讨论 说AI到底会走到怎么样的程度 但是OK 之前我们大概从去年11月的时候 就拿一个瑞银的报告 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其实瑞银的报告当时就说 从硬体的部分 当然包含半导体跟设备等等 伺服器等等 到2027年它的年复合成长率 大概都还有38% 所以这一部分 你说AI的相关供应链 因为台厂的强项 比较是在硬体的部分 所以你说像代工的族群 广达 鸿海等等 当然没有问题 那你说机壳的部分 我们先不要讲机壳 我们先讲3017好了 我们从散热的部分 之前我们是在哪一段 我们是在5月20号 那时候我们说守租月线的话是有机会 所以那时候从650几块 一路涨到817块 但是后面又连跌了好多天 就一路黑K 一路灌下来 最低还跌到620 跌到季线看起来就有点止稳的一个现象 然后这边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挂掉 客观讲是这样 但是当然这个部分我觉得 当然营收近期还是近三个月还是持续的成长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回撤的位阶看起来跌破 季线之后又守住 那这边有没有机会再往上去挑战前高 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这一组里面你说包含像什么 3483的立志 今天是拉到一个涨停的位置 那前波的高点214 今天的收盘是 今天的涨停是213 其实就一步之遥 所以如果你说像立志这一种 其实也跟着拉回整理 拉回整理之后 今天又一个强势的涨停 如果明天顺势可以突破前高的话 那这一组其实也可能还是有机会 这个就是属于AI的供应链的部分 但是当然讲到这一组的话 我们还是提醒一下 包含外资也会讲 当然你说像苹果供应链 双红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双红这边 有没有机会再收复到季线 这是一块 然后另外外资的部分 因为散热的族群 过往外资都是点名双红齐红 老大老二这样 但是接下来 有没有机会往外扩散到 散热的中小型 中小型的散热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值得注意一下 然后另外呢 在机壳的族群 其实这一段 我们之前做那个6117银广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 是布局完了之后 涨了七成多 对不对 那这一段 银广今天刚出关 刚出关 但是OK这个出关的位阶能不能守住1月5 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这是一块 但是呢 机壳族群在这一个近期的这个航行里面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比较疲弱的格局 所以有没有机会休息一下 又继续上呢 因为毕竟呢 你说像5274的信华 前高那个5075嘛 忽然建高点之后 当天就收一根黑黑 但是做一个强势的横盘整理之后 看起来又默默的向上挑战 今天来到5025的位置 其实距离前高也是一步之遥 那另外包含像6669的围影 昨天创高今天休息 这个也都是属于一个 比较正面的一个表现 所以客观来讲 你说从这个伺服器的族群里面 是不是还有可能来到下一波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都是值得大家做一个关注 先给大家做个参考 另外想请教 就是最近这个ETF的表现 跟着大盘水涨船高 你说0050的涨幅 甚至是比大盘来得强 00940也是外资昨天大买 现在10块钱变成地板价了吗 谁在做基底的作涨行情 00713也是大换股 难道有豆腐可以吃了吗 那么00939也是回到了15块钱的成本价 如果现在投信要拉这个基底作涨的话 成本股要看谁 OK这个地方我们跟大家分享几个点 从ETF的角度 当然你说像00940 我还去加入他们脸书的社团 自救团自救会里面去卧底 这时候也是很有趣 每天都在讲说破发破发破发 但是你看一转就回来了 所以之前我们在应该是五月份 五月初的时候 我在一个友台的节目 也跟大家分享说ETF的操作心法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自救会看到 就有人说怎么样我要停损了 干嘛干嘛 坦白讲你买ETF来停损 你不是在整自己吗 对不对 所以概念上真的不是 当然ETF也不是说进场All-in 等等的这种做法 ETF其实就是一个稳健的投资 你选对了就是好好的定时定额去做 你不要想说短期的波动 其实概念上就是这样 那你说这个地方你说有没有回来 你真的就已经涨回到禁止以上了嘛 所以当然也是恭喜大家 没有停损的话 那恭喜大家这个时候都是赚钱的 那你说这个部分 那当然讲到这个ETF 我觉得第一个啦 我觉得这个当然不是今天的主题啦 但是简单讲 我觉得像0050这一种 真的市值够大的 我觉得这种你都持续买都没有问题 都是定时定额买没有问题 但是相对一件事情 就是近期其实我们在操作上面 其实我的想法跟我的动作会怎么样呢 其实我会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空手 就是你手上真的来不及买股票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差不多 先买一点先买一点 先布局先把钱塞进去再说 那如果现在大家也是这种格局 这种心态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事实上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个股 你就找一些ETF 先把你的资金压到股票市场上 我觉得这是近期 你说避免空手的时候的一个做法 所以可以利用ETF这样的一个商品 当你能找到其他更好的商品的时候 再从ETF把钱换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看像0050的状况 这种大型的股票 大型的ETF 昨天也可以涨2.7% 对不对 甚至从之前的创高之后 173到现在已经188了 其实都有一点空间 所以你手上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 买一点ETF 我觉得也是一个选择 这个思考给大家做个参考